他曾经作为中国青少年的文艺代表 只身飞复巴西参加世界青少年发展论坛 他是复旦大学文学学士 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 他是中国美院美术士博士 他跨界教育艺术主持 他就是李娜 打开电视听李娜 大家好 我是李娜 谈到唐代女性的时尚潮流 很多人脱口而出一个字 胖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1972年在新疆吐鲁藩的阿斯塔纳墓葬中 出土了一组屏风画的铲片 这组屏风画呀 生动地描绘了大唐盛世妇女的休闲生活 也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她们眼中的美 那么大唐妇女的时尚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总结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 胖 现代女性啊 大都追求骨感美 有的运动 有的节食 有的吸止 总之是生命不止 减肥不息 时时刻刻都在跟自己身上的脂肪 进行着完成了斗争 可这样苗条的身材 要是摆在唐代 那可就彻底奥特了 人家欣赏的是风云之美 您瞧瞧 这屏风画里的女性 哪个不是脸若银盘 体态丰满 唐代人之所以以胖为美 一方面呢 是由于这个国立苍盛 关于开放 对女性的束缚比较少 另外一方面啊 是因为唐代开国皇帝 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人 皇室的血统中 也就有了一半的鲜卑血统 鲜卑族啊 过的是游牧生活 欣赏的是彪悍见朔之美 这呢 也影响了唐代的审美观 唐代女性时尚关键词之二 酒运装 画中的这些女子 各个双颊涂满了红色 注意了 不是一点点 而是整张脸 这呢 就是当时流行的酒运装 面颊看上去 就像是酒喝高了 但是额头 鼻子和下颗三处 都是白色的 所以啊 这个中国古代的侍女画中就有三百之说 唐代女性时尚关键词之三 飘逸服饰 今天的女人 常常会纠结 哎 这裙子到底要多短 才性感呢 唐代女人 从不为长度发愁 她们追求的是一种 典雅高贵之美 高腰如裙 是当时最流行的服装 裙腰高细 一般啊 都在腰部以上 有的呢 甚至在腋下 并用丝带细扎 看上去啊 婀娜多姿 她们还常常搭配一种青纱状的披驳 站立时自然下垂 如潭水静密 行动时 腰翼舒展 若扬流浮风 真的是风情万种啊 西安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它的名字啊 叫做长安 当唐朝的嘉丽们 在那里引领世界时尚潮流的时候 上海还是个小渔村 纽约呢 还是印第安土著的天下 其实啊 每个民族 每种文化传统 对于美 对于性感的界定 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近代 中国传统文化 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 传统的女性美感 也遭遇了新的挑战 直到今天 追求国际时尚的中国女性 有时啊 仍然会用西方白人女性的形象 做个标准 而忽略了自身的实际情况 比方说呢 我们没有天鹅般的长脖子 却要在上衣内加电间 一味的追求骨感美 却忘了 就算你饿得皮包骨头 也无法和天生骨节粗大的羊牛比 作家龙应台女士啊 在一篇名媒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的文章中感慨到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 我们对自己的认可 也变成深木隆笔 丰柔长腿的追求 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 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 我们的孩子上美术课 信手画出来的人像 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 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观察 中国孩子抱羊娃娃的现象 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龙应台呼唤呢 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 而我想啊 成年人也不妨翻翻不同朝代的世女图 或许我们会更深刻的明白 美是一个多么丰富 多么包容的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